欢迎您来到人生小站 停下匆忙的脚步 一起品味人生 第七十站 自然疗法 您听过自然疗法吗 自然疗法式 让我们的身体 在中庸原则下 尽可能回到过去自然的生活环境 远离太舒适 太便利 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现代的生活方式 由于科技文明的进步 和污染的堆积 我们的身体 越来越远离 正常运作 所需的自然环境 呼吸不到 新鲜的空气 得不到适当的生活步调 看不到应有的 疑人风光 听不到悦耳柔和的声音 我们的四肢脏 我们的四肢脏器 只能在强烈的扭曲环境下 不正常发展 虽然 长期过游不及的结果 我们的体内 早已悄悄埋藏 无数地雷 只在我们脏气 最后忍耐极限的到来 自然疗法 原理十分简单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 尽可能吃的自然 尽可能吸的自然 尽可能动的自然 也尽可能静的自然 休息的自然 睡的自然 自然疗法 之所以必须依据中庸原则 必须避免过有不及 就是避免完全排斥现代文明 古人虽然生活在 较自然的环境里 却因为缺乏文明 带来的适度便利 因而 完全回到古代的生活方式 也不是最好的自然疗法 生活一样未必 平安 健康 快乐 中庸的自然疗法 绝不排斥 适当的文明优点 只是拒绝 过度依赖文明便利 导致身体 丧失 天生强健的能力 现代中庸的自然疗法 要吃得尽量自然适量 避免过多加工食物 要尽量呼吸新鲜自然的空气 要尽量接触自然的生活环境 要避免过度便利舒适 导致肆体不勤 脏气不顺 更要多样化 均衡饮食 劳动休息 和均补行运动 避免因为各种过度 导致危险 导致危险 现代中庸的自然疗法 更重视心灵的适当运转 要求远离贪婪 斗争 妒忌 野心 避免极端心态 带给自己无形庞大压力 健全的心灵 在于健全的身体 健全的身体 也在于健全的心灵 拥有一颗善良 温暖 爱人的心 让善念在无形中 促进五脏六腑的顺利运作 更是自然疗法的极致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